肝须手麻 肾须腿抖 皮须乏力 义喝中程药 不足肝皮肾 你知道吗 我们身体的很多小毛病啊 其实都是内脏亏须的表现 可千万别不当回事 比如说肝须会手麻 肾须会腿抖 而脾须呢 容易出现四肢乏力 具体是怎么回事呢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首先来看肝须手麻 手麻脚麻的症状 大家应该都体会过 长时间一个姿势不动 气血流通不畅 就容易出现手脚发麻的情况 但是有的人呢 也没有压到哪儿 但时不时就感觉手脚麻 其实啊 就是肝血须了 肝主藏血能调节全身血量 那么肝血亏虚的时候 肯定要先紧着内脏去供应 最后才是手脚 缺乏血液滋养 就出现手脚麻的情况 这种人呢 你可以参考一个羊血溶筋丸 再来看肾须腿抖 我们生活中经常会见到有的人 坐在那儿啊 腿啊 抖个不停 这种行为啊 可以说是非常影响个人形象的 为什么在大家的印象里 这是一种不好的行为习惯呢 因为这往往传递出的是一种焦虑不安的情绪 也就是咱们说的心不敬杂念太多 这种人呢 就属于是肾经亏虚 脸不住虚火了 往往还容易有心烦焦躁 健忘等问题 这种情况可以参考一个枝柏地黄丸 最后是脾须法力 这个其实是比较好理解的 脾呢 被称为人体的后天之本 能化生气血 另外呢 脾呢 是主四肢肌肉的 那脾须的人啊 蕴化水骨的能力减弱 气血生化发源 没有力量来充养四肢肌肉了 就容易出现胳膊腿没劲的情况 天天不想动 干点活呢 就累得不得了 平时食欲也不好 还容易消化不良 稍微不注意就容易拉肚子 这时候啊 就需要健脾益气了 可以参考一个四君子玩 好了 那么以上啊 就是崔医生给大家分享的全部内容了 但是在这里要提醒大家 用药一定要对症 如果你不确定自己的情况 一定要在专业医生的指导下用药 不要擅自用药 那我们下期再见